Hello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最近在中国的网络社群媒体上 说中国的大桥已经修建到了台湾家门口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网友 可以开着自家的车到台湾去旅游 甚至去台湾养老,定居,买房,吃台湾的小吃 大家都在那边开始议营 也不知道闲在家里,啥事也不干 闲得无聊,闲得蛋疼 开始在那边幻想,脑补,议营 那这种新闻过去我们也看到过 屡见不鲜了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在中国的 像是抖音上面,这种新闻还铺天盖地的 中国的很多的官方媒体啊 就是认证过的这些官方媒体 都在带风向 说中国的这个基建能力多么的强 已经把这个大桥修到台湾家门口了 台湾人还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荧幕前的一些台湾人是不是睡着了 中国啊,大陆啊,有多么的牛逼 桥都给你修到家门口了 台湾人还不知道 所以现在到底是谁还在睡梦当中 是台湾人还在沉睡吗 还是大陆这些人在睡梦中做的白日梦 有些媒体说啊 这个大桥啊,正在筹建当中 已经在修了,但是还没有修完成 但是又有些中国媒体说啊 这个大桥已经修好了 甚至说啊,已经通车了 你看这些中国的媒体啊 都这些新闻啊 不管他们讲法不一样 他们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些新闻 天天他们在喊着 同意,同意,同意台湾 结果自家的新闻稿都不能同意 那有些说这个大桥还在筹建 有些这个新闻说啊 这个大桥已经通车了 你连自己的新闻稿都不能同意 自家口径都不能做到同意 还天天在那边说要统一台湾 先把自己要顾好吧 我们班同学今天跟大家说 台湾通车了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 查了一下 真的能导航开车去台湾 而且只要几个小时 而且不需要过路费 这就是统一台湾的好处 未来去台湾走高速 国家免费 高速费用全免 这也意味着中国第一条 免费高速公路的诞生 为两岸中国人造福 身在中国的我们真的感到很幸福 就这一点事你就幸福了 只是简单的一个为了统战 统一台湾一条高速 说要免费 你就觉得很幸福 那中国那么多的高速 天天说中国有多么的棒 中国的基建有多么的厉害 那么多的高速 结果每一条都要收费 我真的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那对岸的这些网友 每天都在脑子里想一些什么事情 你们闲得蛋疼吗 天天在那边幻想做白日梦 还不如陈老师推荐 以目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尤其是一些小粉红 玩一下游戏 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 去看新闻林波人民日报 只会让自己的大脑越来越蠢 最近这几个月 我都一直有在玩这款游戏 它就是RAID 讲到策略卡牌游戏 不知道大家脑海中 第一浮现的是什么游戏 而有这样一款游戏 它不仅在IOS全球累计下载 3700万 更是在Google Play 累计下载9200万 它就是突袭暗影传说 此游戏不仅采用了3D写实魔幻 更是拥有兽人 蜥蜴人 不死族等13种魔幻种族 让玩家们可以真实的体验 来自多种族大神级的感受 想玩的朋友们 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在玩了这个游戏一阵子之后呢 这边有一些小小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想要为游戏后期着想的话 以我个人的喜好跟经验 推荐大家选择卡尔跟亚斯尔 因为这两只英雄 在升级到六星级之后 将会变成非常OP 非常的厉害 让你能够在后期的战斗中 更容易获胜 当然如果在后期 招募到更强大的英雄之后 你完全可以把他们都替换掉 然后在此之前呢 他们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战斗英材 那只要在8月之前 透过我的出销码 Monkey King 就可以获得我们童年的英雄 孙悟空 不仅仅是孙悟空 透过我的链接和QRCO下载游戏 还可以获得英雄泰瑞尔和德拉斯教模 使用我的链接下载游戏 我们游戏里见 改成台湾省了 我在山东锦陵 开车17小时 47分钟 到达我国台湾省 我要去台湾省 卖什么肉干饭和甲饼 还有葡萄鸡丁 我现在很激动 不会只有我发现了吧 岗航到台湾岛 去台湾省 全程2127.3公里 约22小时20分到达 马上就被开车去台湾省了 那在中国的各大社群平台上 我就是简单的划了几则 这个动态 就发现这种类似的文章 还有相关的影片 特别的多 甚至有些人手机拍摄在路边的车辆行驶的画面 打一个标题 我开车去台湾 不少网友在下面留言 哇 居然可以开车去台湾 我也不知道这些人脑子在想什么 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骗局 在中国的随便一个大街小巷 一个马路上面 拿起手机拍个影片 然后打一个标题说 我开车去台湾 结果下面一堆人相信 哇 可以去台湾了 没有一点查证能力吗 这种类似的影片太多了 所以导致了很多中国网友 脑子有点问题 我记得去年还在讨论 2035坐火车去台湾 没想到现在 可以导航开车去台湾了 这就是祖国速度 这就是中国速度 中国速度太强了 原来现在都可以开车去台湾了 相信过不了多少年 从美国也能直接开始去台湾 这个肯定也是中国成见的 太强了 我居然在美国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台湾观众 有没有知道这样的新闻 这个新闻也只有在中国 有内部消息 他们有内部消息 从福州开汽车到台北 需要多长时间 从福州市到台北市的导航距离是190公里 开汽车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有人说 那130公里的大海你怎么办 在水里汽车怎么开 走跨海大桥 这不是我信口开河的啊 福建到台湾的跨海大桥 早就修好已经通车了 还有网友连说 这下台湾还能否认 不是中国人吗 台湾岛始终和中国大陆连结在一起 这座跨海大桥就像是母亲的期待 台湾是孩子 祖国大陆是母亲 如果失去了期待 台湾还要怎么生存呢 答案可想而知 两岸是命运共同体 是一家人 是连结在一起的 是不可分割的 还有网友连说 哈哈哈哈 我去年就说不用等2035 结果验证了 我猜对了 2025就全面通车 提前十年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速度 以后可以开车去台湾吃早餐 听说台湾的牛肉面好吃 而且牛肉面里面真的有牛肉 我倒是很早就想要去见识一下 没想到还没有制定旅行计划 已经通车了 中国YYDS 所以这里面也可以凸显出 两岸的一个差异 就是饮食方面 我们大陆人 经常吃什么牛肉面 兰州牛肉面 中国各地的牛肉面 那里面都是一颗一颗的肉丁 是没有牛肉的 我选的是传统牛肉面吗 对吧 就送过牛肉 就没有肉 那你给我找着 你给我不是不是 我说你给我找着 这个牛肉那一块都见不着了 那碗你给我找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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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们的牛肉面 是吧 传统牛肉面 是吧 不是我说 所以他老早就很想去见识一下 听说这个台湾的牛肉面里面是真的有牛肉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不太了解 我去台湾没有吃台湾的牛肉面 但是荧幕前的台湾观众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荧幕前面也有许多的大陆海外的一些网友 他们可能可能不太了解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台湾的牛肉面里面是真的有牛肉吗 还有网友连说 现在就能去了吗 我刚刚查了一下百度地图 确实有导航路线 但是还在建设当中 看好多人都说最近通车了 是不是我们太低调了 这么大的事还要顾及台湾人的感受 我猜应该是为了给台湾人面子 所以才这么低调 还能说什么呢 能有机会放假的 开车去中国台湾省 转一转 这个做白日梦吧 痴心妄想 还说他还查了一下百度地图 确实有导航路线 但是还在建设当中 这个还没有像有些新闻写的那么夸张 说已经通车了 但这种也是典型的白日做梦 说现在正在建设当中 说未来几年就要通车了 都一样的逻辑 只是一个时间的快慢的问题 还有网友 这个网友是打赌的 打了一个什么赌 他是跟一个台湾朋友打赌 他说去年跟台湾网友打赌 在游戏上面认识的 我说我们这边2035之前 可以坐火车去台湾 台湾网友不信 跟他打赌 谁输了 给游戏装备或者一百美金 结果台湾网友不敢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能力 所以我直接打赌 如果输了 倒立吃死 结果现在我赢了 三年都不到 你定全面通车 这就是我打赌的底气 虽然这种倒立吃响 吃死 吃相难看 但我有底气我能赢 因为我们背后有强大的祖国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因为我们心连心 手拉手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 可见不是什么赌都能随便打的 除非像我们这样有底气 不然到时候尴尬的就是你了 希望台湾的网友看到 不要戳穿这个谎言 让他活在梦里 让他不要尴尬 我刚刚导航发现 台湾已经变成台湾省 所有的导航平台软件 均显示为台湾省 你们可以搜索一下 咱们台湾回归 大陆的朋友 你们最想去台湾做什么 我导航一下 从厦门开车到台湾省 需要470多个公里 8个小时 你们看一下 你们当地现在导航去台湾省 需要多少个小时 最后咱们大陆的同胞 在评论区给台湾同胞 来一个疑似港 欢迎回家 大家评论区 虽然通车了 但我查了一下 台湾那边建设的太慢了 所以还不能登岛 但基本可以肯定 未来两年全面通车 查了一下网络上说的 已经有抖音网红博主 开车到台湾了 相信我们普通人 这两年也能开车去台湾 到时候在台湾租个房子 感受祖国的大好和珊 生活美滋滋 你这个不是生活美滋滋 你就是美梦美滋滋 活在梦里 还说 他查了一下网络上 网络上说的 说已经有中国的 抖音网红博主 开车到了台湾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些中国的 这些网红 都在天天在网络上 为了这些流量 误导这些国人大众 导致一些中国小粉红 很多的中国的普通民众 认为都能开车去台湾了 还信誓旦旦说 我都看到有网红 中国的网红开车都到台湾了 你觉得这可能吗 连一点查证能力都没有 兄弟们你们看 这个台湾地图 连街道都可以显示了 那么兄弟们 你们知道吗 去台湾自驾游 要怎么玩呢 首先如果你选择自驾 那么首选 肯定是这个京台高速 它已经通车了 咱们把自己的车 开到了台湾 那么掏出你的手机 打开地图 你就可以环岛自驾游了 其实呢 这个台湾呢 是特别适合 这个环岛自驾的 咱们到了以后啊 可以从这个台北出发 然后呢 可以看看故宫啊 吃吃小吃啊 什么的 再去101 去俯瞰台北 完了以后呢 再去台中 大吃特吃啊 宣点这个海鲜之类的 然后去赫本里的日月潭 咱们一起上山下湖 阿里山的美景呢 配上这个茶叶蛋 简直就是绝配 还有人说啊 有些人可能误会了 之前看抖音介绍说 其实台湾那边 早就为统一和剑桥 做好了准备 台湾西岸 海边 有很多公路 开到海里 这样的设计 就是寓意着 未来两岸会连接起来 台湾人想开车 回祖国的心 比我们还要激动 毕竟谁不想回自己的家 台湾人和祖国分割 也有50年以上了 回家的心情 大家都懂 只是现在有个民进党 给年轻人洗脑 挡住台湾人回家的路 真的是这样吗 他说台湾人都想回家 说台湾有个政党 挡住了大家回家的路 我想去台湾省怎么走啊 找到去台湾省的路线 全程1663公里 预计通行20小时23分 需要导航吗 好的 离开需提供48小时核酸证明 还有有人说 什么叫中国速度 2020年提议 2021年规划 2023年建设 2024年完工 那2025年是什么呢 两个字 统一 这就叫格局 一步一步来 我们这一代 要注定见证很多历史 那毕竟这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那有些人是真心的 想要去台湾 发现被骗了 那怎么办呢 结果就在游戏里面 满足了自己的幻想 竟然还有大陆网友 因此还特地开发了一款游戏 让大家在游戏里面 实现统一台湾 实现通往台湾的 跨海大桥的通车 最终实现开车去台湾的梦想 前面有个路牌 看看到哪里 到台湾 我能在游戏里找到你的家 放大地图找到台北 设置好导航开始出发 开始规划前往台北的线路 全程317公里 大概需要4小时7分钟 今天的路程很远 老规矩还是先到加油站 给车辆加满油 加完油上高速行驶 我们沿济三进海高速 向台北方向行驶 今天高速上的车不多 也没有碰到堵车 天气晴朗晴空万里 前方500米进入海底隧道 行驶一小时左右 抵达海底隧道 进入台湾省 抵达保守台湾 继续向前驶上跨海大桥 眼前美景 让人心旷深意 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了解了 这是很常见的 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信息站 主要是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做的这些资讯站 包括对内的洗脑 其实这个虚假信息 真的对两岸关系改善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反而影响了两岸真实的交流 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在资讯大爆炸的年代当中 真相的重要性 以及资讯的 甄别的能力的重要性 希望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保持理性 追求真实 那荧幕前 亲爱的台湾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 一起来留言 跟我互动讨论分享 说说你们的看法 这期的影片到这边也说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不要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2034年 开车去台湾 这两天大家都在导航去台湾 今天中午呢 我没忍住 我也导航去那回台北 我发现这个高德地图的导航 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那以前在地图上标明的是台湾 现在已经被改成了台湾省 这更说明了统一是人情所向